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那么我在92年去日本留学 然后获得博士学位以后 回到北京大学医学部 任副教授 硕博联读的导师 后来移民到加拿大 在多伦多大学 心理学学院士和精神神科 做研究教学工作 那么非常感恩 我就受神这个拣选 然后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 这个2001年刚来 一个多月以后就信主了 后来神又呼召我 做了神的仆人 做牧者 然后现在我是宣祷会安宁的牧师 在宣祷会服侍 然后有七年多了 现在是第八个年头 那么神对我有呼召 那么让我在这个这个食品的 文字语言方面 然后为神做工 那么现在呢 我给大家是讲的 我想是大家是比较关注的 那么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 那么在前面呢 我已经讲了整整20讲 那么这20讲呢 那个从这个 这个树立 圣经教导我们要树立 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也让我们认识人的本质和特质 还有呢 对这个 这个 让我们明白 这个婚姻是神所赐的 是与神所立的约 还有呢 一些其他的 然后这个 还有呢 这个 神掌管历史 那这个 还有的 那么刚才 这个前面两讲呢 我讲的是天赋人权 神赋人权 这个道理 我现在就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这个大家非常关注 也是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 普世价值 这个事情 那么普世价值呢 我在20 第20讲的时候 特别提到就是 神是普世价值的复义者 那么谁啊 我们有的这个普世价值 神复义这个普世价值的 我们能不能坚守这个普世价值 那么呢 谁是这个 怎么这个普世价值 能坚守的 谁是我们这个普世价值 他的守护者 那么今天我的题目就是 这个神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神不仅这个 富裕这个人权 而且呢 他富裕我们普世价值 同时 那么呢 神也是我们这个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啊 你知道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啊 都有这个 在你比较小啊 这个这个 比如说几岁啊 我们都需要父母的守护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冬天呢 给冻坏了 是吧 然后呢 外面有人欺负你 可能也可能在外面 说一些野兽啊 被这个这个小的时候 我们特别说被狼吃了之类的 那么现在到不一定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我们确实需要保护 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 然后呢 如果没有警察 然后啊 这个交通知情 和规则的时候 那就会有的人不追踪 交通规则 那么呢 我们可能会装了 是吧 在家里的财产啊 这个有可能被偷了 甚至呢 如果啊 没有守护的人 那么呢 有人甚至公开的 打砸抢 是吧 看这个 黑明贵运动 还有这个 在中国 在文革的时候 对 那么这个 这种打砸抢的想象 前两天你会有一段看到啊 有的这个 很大的私有企业 一个晚上 就给这个全家被抓 充公了 这就是说呢 我们的基本的人权 没有得到保护 别的保护 那么神 那我们这个普世价值 是吧 那么如何来守护呢 是吧 我们说呢 神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那时候是这样 但是呢 那么我们看一些经文 我们谈的这个话题 OK 嗯 在这个出埃及记啊 第23章 第23章 这个圣经呢 有啊 这个66章 66卷书啊 那第二卷书 从这个旧业开始书 它就是出埃及记 那么出埃及记呢 它有啊 这个这个 23章的这么说的 他不可以 不可随伙 不散谣言 不可以恶人联手 王座见证 不可随众行恶 不可在征颂的事上 随众偏行 做见证 啊 取妄正直 啊 第7节 当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杀无辜和有益的人 因为啊 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 那么这段 这这几节经文啊 它就实际上 它在 它在告诉我们 是吧 对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正 我们每个人 行的正的事情 对 那么呢 这个 它就规定 我们做人的 不管是 这个社会上的执法者 对 那么呢 他们有权利 有义务 是不是 去这个 做正的事情 然后呢 守护我们这个普世价值 对 那么正义 公平 这个和平 这个守护我们的 自由的权利 守护我们自由的权利 那么呢 你不可以行恶嘛 对不对 不可以行恶 你更可以 你不可以做假见证 那么散布谣言 然后呢 这些呢 不实的 然后拿来 去终伤别人 然后呢 这些本身都是不合法的 也是不合理的 对 那么呢 我们的普世价值 它不是法律 可能以法律的形式 有些是以法律的形式 来固定下来的 未必一定是法律 但是呢 这些呢 一定是在我们心里 那么这些行政呢 我们说呢 是正 是和 是正义 是正义 是公平 是和平 OK 它是人爱 是自由 是吧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是吧 那么神 他这个 那他的话语上 就保护着 就守护着 那个通 如果按神的旨意 所制定的法律 也是保护着 也是保护着 对不对 那么呢 任何违背这个人 他日本人 或者实际上是冒犯神的 是悲逸神的 还是悲逸神的 是有些人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 那么发生这些事情啊 实际上是撒旦 是魔鬼 他在作怪 在没什么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这个耶稣基督啊 他再来以前 这种事情呢 是持有发生 常常可能发生 越不遵守 遵守这个 普世价值的国家 越不遵守国家 这个普世价值的政府 那么越在这方面 肆意妄为 越肆意妄为 所以呢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 你讨厌的事情 你看到很多很多 不公的事情 你看到很多事情 很不公的事情 那么很多人呢 就为这个 去牺牲了生命 然后为这个付出了 巨大代价 你看中国啊 就是说 几百年来 任人之事 前迫后继 有的为了推翻满清 有的建立民国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寻求科学 寻求这个 这个民主 寻求科学 建立民主的国家 就算毛泽东 他在延安的时候 他说这个世界各国啊 这个都有问题 然后中国呢 这个也是各历朝历代的 然后呢 美国的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说你能不能 就算你夺到了政权 你能不能走出了怪圈呢 是吧 他说我找到了 他说我找出了什么呢 我们建立自由民主的制度 法治的制度 很糟糕的事情 当时说这么说 一旦仗到权以后 都不能做了 是吧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在耶稣到来以前呢 总是这个撒旦魔鬼 在掌权很多时候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到 在我们周围啊 不管是加拿大 你再是美国 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 你看到非常不对劲 可是就在发生 就发生 那么呢 神的守护 也是他有一个 看不见的手 他在守护 那么这个守护呢 他有大能 这个需要呢 从这个历史上来看 看长一点 然后呢 神实际上 也在使用 他建立的法律体系 那么现在呢 你可以看着 世界上200来个国家和地区 200来个国家 那每一个国家 他制定的法律 应该说看起来 都是很好的 那么有些独裁专制的国家 可以说他们没有基本的人权 没有言论自由 也没有信仰自由 是不是 这些基本的人权 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力 更是不是 他说让你谁当 就让你谁当 不想让你当 就不让你当 是吧 不想让你当 所以呢 但是呢 他这个法律条文上 写在宪法里 还是按照神的这个天赋人权 他写的 人人平等 是吧 中华人民国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是吧 对不对 说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 那么实际上说 神呢 他会让这些地上的国 不管你实际做的怎么样 至少你在法律条文上 他是这么写的 那么随着大家的要求 国民素质的提高 然后等这个国民素质提高 那么成为一个更大的趋势的时候 成为一个正大的民意的时候 那么这些当权者都无法阻碍 阻碍民意在这个社会上的 这个作用 那么就会把这个民意给展现出来 等这个民意展现出来 那么神的这个守护的这个手 这个大能的手就显出来了 那么我这里呢 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正好赶上美国大选 是吧 那么我想多说几句 是吧 那么美国现在做的这个大选 他美国建国已经200多年了 在200多年当中呢 这个一直是按照这个 他们建国这个支付美 而这些建国支付呢 也是从那个坐着五月花号啊 在英国受逼迫了一群 那个基督徒 然后远过大西洋来到美国了 所以他们有这个基督教的理念 天赋人权的理念 他有普世价值的理念 那么呢 他们就建立了这个法治体系 那么就把神的旨意 用法治体系的时候相互制约 然后呢 让这个这个体系呢 能够运转 OK 也有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 也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对吧 那么都克服了 因为现在呢 又啊 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末世的时代 那么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时候 人的道德堕落 他们呢 口称了这个烂 口称了这个 这个普世价值 但实际上呢 他们罪性发作 有的时候呢 就为了为了这个 拿到这个权力 然后不择手段 会做一些这个 做了大量的 可能是一种系统的 选局啊 操控选余啊 无必啊 搞这些东西 对吧 可能是玩弄这个法治 玩弄这个法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就非常这个 让人伤心难过 让人伤心难过 那么这 这些事情发生呢 那么呢 我想呢 神他会守护这个 他守护一个是神 我们经常有大量的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昼夜的为这个祷告 我想谁会吹听的 OK 那么我们一些 致命的牧者 还有一些这个 就是天主教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 在美国的大主教吧 然后虽然他现在退下来了 但是三次几次啊 给这个川普总统写信 对 跟他写信 然后呢 通过各种途径 然后他设计的 法院 地方这个州法院 州的高等法院 然后美国的联邦的 最高法院 整个的司法体系 整个的司法体 然后呢 通过这个体系呢 他会守护 这些普世压制 OK 也就是正义 对吧 你这个选局无弊 这肯定不是正义 对 那么你选局无弊 肯定不公平 肯定不公平 那就出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 神他一定会看护这个事情 那么呢 可能偶然的 撒纳魔鬼 利用他的权力 利用他的影响力 可能一时会窃取这个权力 那么最终的时候 那么神的力量 对吧 也会彰显出来 也会彰显出来 对不对 也会彰显出来 因为就算这个撒旦魔鬼 他们做了这个坏事了 那么做了这个坏事 一旦掌权 他为了稳固这个权力 是不是 对不对 又走两个极端 一个是说 用撒旦魔鬼的质量 他继续去做这个坏事 另一个 他这个依次得到这个权力 他为了实现这个 因为神在历史上掌权 他为了这个显示 这个显示 这个真正他掌权 因为只有神才授予他的权力 他为了这个长期的掌权 也有他的良知的发现 神把良知重在人的心里 他要想获得更多的民意的时候 他不得不把这个选局 无必的漏洞给填上 他不得不反省 他不得不反省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叫神 他是守护着 通过那法律上 那么我们再看一些经文 在这个启示的第二十二章 启示的第二十二章 第十三节 他说我是Alpha 我是Omega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么在整个的神 他这个普世价值 这个公平正义和平仁爱 自由平等 这个平等 然后呢 人人都有这个享受这个安全 免于恐惧的自由 你这个天天在这边 给我发个信息 说你怎么这么着 不这么着就怎么着 你不听我就怎么着 这是你威胁 你就威胁了人们宪法保护的 也是这个天赋人权的 我们的普世价值的基本的原则 基本的原则 所以呢 在这方面呢 那么神呢 祂是自始至终 祂都掌控着的 祂说祂要神的旨意 这件事情 祂最后祂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为这个意识的挫折 某些这个坏蛋的成精 然后感到太难过 这是一种难免的现象 那么如果看一下这个诗篇的第103篇第6节 说耶和华为一切受欺压的人 身上正义 主持公道 那么它不是价值啊 它是受于每一个人的 那么受于每个人呢 这就包括一些弱势群体 包括一些受委屈的 被诬陷的 被诬陷的 有的时候我们被诬陷以后 觉得非常乏力 那么我们知道国内有一个宗教的宗派 然后呢 把他们打上邪教 那么打成了以后呢 刘三流亡到世界各国 那么随着他们讲真相 时间越长 大家越明白 是吧 他们真的在历史的转值观头 在历史上 他们越战越勇 是吧 他能够坚守下来 那么神呢 他真的是守护 每一个人的权利 也包括守护他们的权利 是吧 也包括守护他们的权利 是吧 那么呢 他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就算是 有的时候是被某一个 这个外国的政府 守着公道 有的是被世界 正义良知的力量 给主持着公道 再一个 神是历史的掌管者 他是Alpha 他是Omega 他是10 他就是中 他一定会主持这个公道 所以呢 在你受到压迫的时候 受到打击的时候 你要相信这个普世价值 你说坚守的普世价值 那么呢 他是没问题的 你也不知道 你应该有喜乐 有平安 那么最后给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诗篇的第46章 第一节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说一句话说 在整本圣经啊 他讲呢 贯穿从始至终的 从创世纪 一直到起始终 他特别强调了 他已经把这个 这个普世价值 赋予给我们 就在神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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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呢 他一直在守护着 那么呢 这个在耶稣啊 他这个到天上去 以前啊 那么他就 这个特别求父啊 就是这个圣父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父 我们这位宇宙一家 威仪的真神啊 让他赐一位保慧师来 那么这位保慧师 他来了一定啊 他就是守护我们 看护我们 那么呢 在地上 最终的是神在掌权 那么在这个 他有一个大能的手 这位这个爱好正啊 这个他是正义的守护神 他是正义的守护者 他是公义的守护者 他也是人爱的守护者 所以神 他是公义 他也是人爱 他有两大方面 所以呢 我们啊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 和样式来造 那么呢 他赋予这个价值 也守护这个价值 他是实 他是中 他是alpha 他是omega 是吧 我们相信神 是这位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 神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这个道理 给大家分享完了 那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也不做特别的祷告 那求神 求圣灵 为我们祷告 好不好 那么呢 希望你喜欢 我们这个频道 然后这个节目 欢迎你转发订阅 然后呢 这个广播传播 让更多的人 了解圣经 认识神 那么得救 然后呢 活出 这个神的形象和样式来 纯善 纯真 纯美 而且富有人生的意义的 富有人生的价值 好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 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OK 再见